黑衣男子在小吃店起樓發生喉嚼 下一秒演變成肢體衝突 黑衣男機動揮拳 兩人從店外打到店內 其他用餐民眾見狀就怕被波及 趕緊吃完離開 黑衣男子一度將黑衣男拉到店外座位 試圖制止對方 沒想到被黑衣男掙脫 衝突越演越烈 雙方扭打成一團 黑衣男子甚至上衣都被扯下 事情就發生在31號中午12點多 台中北區北屯路上一家小吃店 因為這家店是獲得必比登推薦的名店 週五用餐人潮眾多 身穿黑衣的徐姓男子疑似因為不滿等太久 情緒失控動手推擠在前方排隊的 一名蔡姓男子引發衝突 好在兩名男子都沒有因此 受傷但當眾都已經違反社違法 警方也將依法就辦